女人开车玩自拍 下一秒 她吓得探出车窗惨看 发现男人已经晕倒在地 安娜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懵了 就在犹豫要不要下车救人时 无意间转头看到 有辆敞篷车正在追着一个河饭 而幸运的河饭在逃跑中被苍蝇绊倒 不出意外的被车压得吸扁 安娜顿感不妙 迅速挂上道挡 来到受伤男人的面前 此时男人伤得不轻 坏人朝他这边快速开来 安娜赶紧把受伤的男人 往车边接男的一点点拖动 总算把男人放上副驾驶 可就在他捡男人掉下的大刀时 坏人冲了过来 阻止了正要逃跑的女人 女孩瞬间爆发 胡乱回舞手里的武器 可是并没用 最后长胡子掏出匕首 在女人的注视下 把车里的男人做成了盒饭 安娜趁机推倒一个坏人 跑了出去 坏人并没有去追 而是玩起了射击的游戏 最后一枪 逼中女人的小腿 安娜应声倒地 画面一转 一个50岁的年轻女人 眼神呆滞地望着东北 所以说救人要靓丽而行 尤其她还是一个聋哑人 这是恐怖片狂咬异服 重口味的可以看原片 感谢关注蛋蛋 为你推荐精彩影视 感谢关注蛋糕